現在今天要來猜那個 對 我們要來猜一下 他的體重 來賓 第一位喔 來了齁 來 請就位 要來接受我們的嚴格審判 嗯 這靴子感覺苦 欸 很瘦欸 他的腿其實看起來 腳是瘦的 這個蠻瘦的欸 我覺得 脖子好細喔 對啊 脖子很瘦欸 但是我覺得他裡面 那個外套的上半身 好像是有一點肉 對對對 上半身有一點 因為白色的對不對 如果光看那個 那個裡面那件黑色的Copping 我們會以為是崔佩儀的 哦 因為崔佩儀喜歡穿那種 A字的 對對對 A-line的 但是他又 崔佩儀不會穿短裙 他不會穿皮衣 也不會穿 而且他皮衣看起來 蠻小尺寸的 對 而且他四肢都 對 他手啊 脖的 他連手指頭是細的 脖子也很細 然後大腿這邊的空隙是 感覺是沒有那麼 但是不要被他騙 我覺得他臀圍有一點寬 蛤 會不會是衣服的擺 是衣服嗎 我覺得他大腿 搞不好也蠻有肉的 因為通常小腿很細的人 大腿不一定 他都出來了 其實那是細的 沒有 大腿也是細的耶 猜一下 你們覺得大概多少 體重 60 60上下 60左右 對 我覺得60上下 應該 我覺得有耶 因為50幾應該看起來 還要再瘦一點 那我們來取一個 63到65好了 你們覺得 確定啊 那就64啊 64 他搞不好只是骨盆比較寬而已啊 好 64公斤 64差不多啦 我覺得64差不多 沒有意義了哈 天啊 好怕猜太準了 來囉 64公斤是誰呢 請看 好久不見啊 大家都很會猜 蛤 真的嗎 這麼準嗎 這麼準嗎 不只啦 喔 不只啊 可是你看起來 看不出來耶 四肢都很細啊 對 我就是一個小叮噹的 五四肢都很細啊 因為姐臉很小 沒有 那我要公佈我的體重 好好好 這是過年前量的喔 好 蛤 你有70 你有70 什麼樣的 而且過完年我又胖了兩公斤 我只有72耶 我不相信 請去那邊量 來來來 體重肌的啦 最頂重肌 這個是跟 你們的體重是秘密嗎 他好殘酷喔 有的時候 真的耶 真的 真的有耶 72 那就是胖兩公斤耶 真的是胖兩公斤 那你很會腸肉耶 他很會腸耶 等一下 超強的 我還覺得我們這個猜太重耶 對啊 真的嗎 我就是瘦個臉 你有七字頭真的看不出來耶 因為其實你臉小真的看起來 臉好瘦 不會太胖 所以就盡量把Focus放在這裡 所以到底胖在哪裡啊 中間啊 你們剛剛猜對了啊 我屁股跟那個肚子是有 有肉肉的 整個屁股 你看我屁股是大 那來看一下 到底 顧你吃了些什麼 到底吃了些什麼 會變胖呢 會胖屁股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個胖的都沒拍 什麼豬腳 那一上桌 馬上三秒鐘 我還沒拍完已經被拿一半了 好不好 你專吃那個 對啊 什麼豬腳啊 然後還有什麼 魚也不會胖吧 這個海鮮 海鮮基本上都不太會胖 那個湯 覺得有一點濃郁 這個湯 前面還有一個佛跳牆 哇 佛跳牆就真的很營養 而且過年之前就吃了大概五六灘的尾牙了 沒有再客氣的 然後過年的時候呢 就是回家裡面就是圍爐嘛 圍爐一定有什麼 也有烏魚籽啊 一定要的 然後有蝦子什麼的 反正很多東西就對了 還有各種糕類對不對 對 蘿蔔糕 芋頭 還有甜粿 然後會喔 還有水餃 好好吃喔 過年一定要吃水餃 所以就是胖了兩公斤 幾乎都麵粉 那妳真的藏得很好 請坐 厲害 我們來看看 那個表出來了 因為有頒獎嘛 誰最會那個長肉 實際的長肉的 差了8.4公斤 就是我們的佩提姐 真的看不出來 我當時還是覺得她看不出來 對 所以啊 代表就是說 妳最有條件 條件再大吃大喝 對 妳願意請我們去吃飯嗎 說出來我們剛剛聊什麼 一起來喔 一起來喔一起來